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拒绝交流 继续抹黑的做法 令到香港社会大众都感到失望 声道日报社论 张民主和港独挂勾注定是死胡同 过去泛民被激进派牵着被指走 难同中央对话 结果一事无成 泛民必须打开这个死结 良性互动肯定有利于改善今天本港的局面 接着是石瓶侄耀 嘉宾你一张文彩 好啊 东方日报社论 在四大传统产业遥遥欲罪的今日 港府拓展新经济增长点本身没问题 医疗市场潜力巨大 亦都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在于港府一向眼高手低 培训医护人手长期不足 加上医疗市场封闭 医委会改革右角展 引入外地医生阻力重重 当市家医院重金吸引公园医护人手 那谁来照顾基层病人呢 明报社评 泛民成员汇香症问题 延档接近20年 被认为是导致中央和泛民隔阂 汗格 矛盾 甚至是斗争的其中一个原因 中央不再被泛民禁忠内地 不等于双边关系即时会根本转变 期望这是第一步继续向良性互动 累积互顺推展 最理想是中央和泛民发展 成为可以共事的工作伙伴 大公报社评 一些反对派人士声称 申令回乡证不能有限制 要对所有反对派一事同仁 来者不拒 这是一派胡言 对此中央有关部门说得很清楚 这是放宽入境限制 重新接受申请 不是凡申请者就一定要发政 那些口口声声要推翻暴政的人 港独分子 难道也要欢迎他们去吗 接着是社评测叫 解评另一张文彩 好啊 经济日报社评 中央一边追打港独 一边同意给泛民申领回乡证 意在孤立港独的同时 香港人释出中央对香港以善为主 换检释法下的中港紧张关系 对此泛民不应该立场先行而回绝 文汇报社评 由目前的情况看 部分反对派人士对中央伸出的橄榄枝 依然抱持对抗心态 采取阴谋论式的解读 个别人士甚至扬言 不会去申请回乡证 网清留在香港比去内地安全 这种拒绝交流 继续抹黑的做法 令到香港社会大众都感到失望 声道日报社论 将民主和港独挂钩注定是死胡同 过去泛民被激进派牵着被指走 难同中央对话 结果一事无成 泛民必须打开这个死结 良性互动肯定有利于改善今天本港的局面 这种拒绝交流